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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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二集 摩根资产管理特弱 养生理财秘笈 我是大家的主持 來自摩根资产管理的Natalie 上集我們邀請了 摩根资产管理許祥太太 以及註冊中醫師梁韻善 仙氏 你和大家分享在養生和理財方面的心得 今集我們會再進一步探討一下 養生和理財一些風險管理 兩位好 太太和仙氏 先問一下太太 其實面對著現在的市況波動 一些極端的市況 不同的市況環境之下 其實在投資方面 我們應該怎樣去減低或者分散風險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方面 你會見到 我們通常都會 建議投資者 採取一個比較多元化的投資組合 在這個圖上會見到 不同的資產 他們的波動度都不一樣 例如在左下角 一些債券 他們的波動度 通常會比股票低 尤其是一些政府的債券 所以如果釋放波動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多一點 就是一些波動度比較低的資產 整個組合就很自然地 波動度就會拉低了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其實不同類型的資產 有點像中央 你會見到 他們一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些化學作用 例如說政府債券和股票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的走勢是相反的 例如說 你見到三四月份市場比較波動的時候 債券其實都有一定的支持 或者一定的上升 有時就會抵消了股票市場的下跌 這個情況就會見到 其實不同類型的資產 將它拼在一起的時候 亦都可以將整個投資組合的波動度 進一步降低 所以多元的投資 我覺得是一個必須的 另外一個多元的投資的重點就是 我們很多朋友可能只是投資香港的股市 或者是香港的一些市場 但你會見到 其實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市場 有美國、有歐洲、有中國、有亞洲 其實你可以分散投資的話 另一個好處就是 不同的地區 他們有不同的經濟表現 投資的機會 有很多在香港找不到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在美國 或者在國內 或者在歐洲可以找到 所以我相信多元化的資產 除了是不同類型的資產 有股、有債、有少許現金之外 其實不同的地區投資也很重要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的市場波動 其實很多投資者都需要 食息或者是賺息 這一方面 以往可能是定期存款 現在零利率環境的話 很多投資者會說 其實我去買一些債券 或者是一些高股息的股票 其實都可以做到派息的效果 但當然了 高股息股票最近 可能因為盈利問題 其實股息有些下降 但是相反而來 我們看到一些債券 例如說是企業債 甚至乎一些 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 它還可以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利息 這方面我覺得 大家要去找利息的朋友 都可以考慮一下 投資者就一定要記住 多元分散去減低波幅的重要性 又問問鑫子 在保健養生方面 我們可以怎樣去增強 或者是令到自己的免疫能力更加厲害 中醫有說過脾胃後天資本 它的功能就是 負責將你吃進去的東西 化作一些你身體可以吸收的營養 再滋養你全部不同的臟腐 所以你一年四季都是要健脾胃的 但是你有些甚麼做了 是會令到它加了它的負擔呢 就是你平時可能你飲食不定時 你經常做事很大壓力 又或者你經常想事 這些都是會令到你自己的脾胃傷了 有些甚麼可以幫到它呢 就是你可以吃東西 那時候吃多些粗糧 例如米、番薯、薯仔等等 這些簡單的食物都可以幫到它健脾胃 當你做到脾胃好的時候 你吸收到普通你食物裡面的營養的時候 你自然的免疫能力都會提升到 聽到其實粗糧會不會就像台灣所說 一些固定收益產品 就像債券一樣做底線 之後再上面加上更加有營養 可能是一些爆炸性的股票 在投資方面 剛才剛才兩位都分享了 怎樣可以加強免疫力 減低所有波動性 阿Tai又問一下 如果就著目前市況 你覺得怎樣可以令到 那個組合的風險管理 控制那裡做得更加好 我想現在的投資環境 的確有比較多不靈狼因素 我想首先可以把一些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 和一些未知因素先分開 例如我們知道些甚麼呢 今次因為疫情受到的經濟打擊 是非常之大 亦都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個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但是所謂的好消息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知道今次的衰退的開始點在哪裏 以及深度有多少 我們不知道的就是 何時會完全是經濟復甦 可能需要半年一年 甚至乎更長時間 這要看回疫情的環境 另外我們知道的是 全球的央行和政府 都是非常之大力地去減息 去量寬 或者是增加財政開支 去支持這個經濟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的是 其實低息的環境會維持多久 我們覺得低息的環境 可能在2020年甚至2021到2022年 可能都是零息環境 所以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們知道這兩件事 經濟的打擊有多大 以及央行政府的政策方向 在做部署方面 相對地我們是比較有把握 第一件事我覺得是 現金始終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工具 當然現金的本金是不動的 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定的通脹 也就是說現金的購買力 在未來的一至兩年兩至三年 會繼續被通脹蠶食 所以現金我覺得 不是完全不可以持有 但是其實大家需要多少現金 就持有多少 就不需要持有太多現金 第二部分 剛才我們提到的 就是債券的投資價值 其實現在是挺不錯的 因為首先我們提到 債券的波動度比較低一些 第二方面也留意到 就是央行 無論是美國、歐洲、英國、日本 其實現在都在做量寬 除了企業債之外 一些新興市場 例如說在亞洲 美金計價的一些新興市場債 或者是一些中國市場的債券 其實我們看到它的派息 亦是相對地吸引 同時風險是可控的 所以在債券的部位 我們覺得企業債 以及一些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 或者是中國的債券 都可以值得投資 股票方面 我覺得要用一個長遠的眼光去看 因為在疫情之後 我們相信 很多科技產業 依然會繼續受到投資者 或者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在股票方面 不是完全不投資 但是可能要採取一個 比較長遠的策略 去選擇一些好的地區 或者板塊 阿泰剛剛也分享了 一些在投資方面 我們現在最新應該做的 部署或者建議 先問一下 其實面對這個疫情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甚至乎我自己也是 會有些壓力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沒有什麼減逆的方法 或者食療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有 因為都市人通常都會多事做 都會忙家 忙工作 忙生活 當你有一個中醫理論 就會覺得你的體質 就會偏向一個氣滯的體質 這個時候 有什麼可以舒緩到它呢 其實中醫理論有一個說法 是教你有一個穴位的配搭 就是可以幫你疏通 這個氣滯在身體內 不暢順的情況 就是叫做開四關 就是只要按由兩個穴位 第一個就是 你經常有聽過合谷穴 有沒有聽過 這個位 是有沒有聽過 有人經常說 按了就不說痛 那些有沒有 我聽到反而是說 按了就會精神 對 都是這些 坊間有很多說法 但他也有一個這樣的功效 就是你用右手 譬如你按左邊的合谷 你用右手 那邊手指弓 有條線 這裏 這裏 然後就配合 斧口的位置 斧口 剛剛壓住 然後放在這條骨的中間點 就是合谷 這個手是要這樣放鬆的 可以放鬆的 因為你只要按這個 我幫你不要 就是這個位置 放鬆的 在這裏 好 有沒有彎彎的感覺 有 其實有時有些痛症 或者你覺得睜眼睡起 或者有些懵疹的時候 都可以按的 或者你在見客人 就在桌底這樣按著 都可以幫你 舒緩到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 在腳上 一會兒都有圖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兩隻腳趾 和第二隻腳趾 這個壓叉的位置 按下去 其實這兩個 反覆這樣按 每天可能 按30秒到1分鐘左右 都已經可以做到 幫你氣血疏通的功效 那如果運動方面 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 有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我們之前有說過 要分體質 其實做運動都要的 譬如你是 氣虛、血虛、陰虛和陽虛的體質 身體比較虛症多 就不適合做一些 流太多汗的運動 例如高溫瑜伽 或者你日日要去跑很多馬拉松 那些就未必適合 如果你是實的體質 例如你有壓力、氣製、血虛 濕熱和痰濕 這些就能給你多一點的位置 你可以流多一點汗 例如可以做一些跑步、游泳 劇烈一點的運動都可以 如果你不想做那麼多流汗運動 就可以做一些伸展或者行山 瑜伽就不要做高溫瑜伽 普通瑜伽 兩力二為就可以 那時間方面都要記住 不要太臨睡前那時才做 即早起床做 午餐時間前做都會比較好 即早起床做得比較精神 不是想睡前做 我擔心太過精神 未必睡得著 我相信可能觀眾都有這樣的經歷 剛才兩位都分享完 面對著目前市況 有甚麼方法可以減壓 或者可以減低波動性 最後也想問大家 知道大家分別是理財和養生方面的專家 你們是怎樣去兼顧理財和養生兩部份的 我不養生是一般的 首先我很喜歡喝冷藏 有時可能是夜睡 其實工作也很忙 但我會做幾件事 第一方面我喜歡做運動 例如以前讀書時會打籃球 現在是約朋友很難 所以多做一些自己會做的 即一個人做運動 例如跑步 有時會做健身 其實這件事也是我覺得 好像剛才所說是放鬆自己 令自己的心情會比較輕鬆一些 其實我很喜歡的原因是 首先如果你不想想 你可以完全甚麼都不想 只是跑步 你想想想 其實跑步也是一個很好的想法的時間 有時我們會想想 或是有些投資主題 很多時都是在跑步的時候想出來 所以運動方面我是挺喜歡的 但食療方面我真的要和阿Synch 因為食療方面我們有時吃無定時 出旅行 可能在機場吃一頓 晚上又吃一頓 所以可能真的要做多一點 食療方面的一些養生技巧 投資方面 我覺得現在的市況其實都挺令人憂慮 即是你看到三四月份市場都很波動 我想有兩個方法可以令大家輕鬆一些 或者起碼沒有那麼緊張 第一方面就是回到我們這兩集說到的 要知道自己的投資目標 有投資目標 做好投資計劃 那船要穩陣一點 穩紮一點的時候 風浪大一點也會忘記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很多 過去兩三個月 尤其是機構投資者 他們有一定的投資目標 有一定的投資計劃 以及都是持之以行 那他們的憂慮 其實可能比一般的散戶 是離得少 不是說沒有 假裝是會離得少一些 第二點我覺得 亦都是一個平常的心態 就是 這些始終 就是錢財生外物 我們這兩集都講到養生 即是身體健康最重要的 有時投資 的確會有些損失 或者有些波動 但是總之身體健康的話 錢就算是輸了 都可以賺回來 但是健康沒有了 就真的賺不回來了 非常之認同 那些事呢 又有些甚麼可以跟我們的觀眾分享呢 因為理財方面 我自己就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都會交給我先生 一起去談一談 講一講 就等他去負責 如果養生方面 因為我都是一個普通人 所以我是不會十一點前睡覺 很難做到 真的 但我怎樣平衡呢 就是夜睡了之後 我就會喝一些滋陰的東西 可能是風蜜也好 花旗心也好 蜜冬也好 就衝回來喝 如果是壓力大的日子 我就會喝一些香的花茶 我比較喜歡玫瑰花 其實桂花、莫里亞都可以 另外我也會 因為我跑步又不太喜歡 我喜歡打網球 我一個星期可能做兩次PT 做一些運動 去舒緩自己平時的無聊 但我都覺得不用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去放鬆自己 其實你可以放空 抽的時間給自己留白 放空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 給自己休息的一個機會 所以做甚麼都好 都拿回平衡 不要甚麼都太過 一跑步就一跑 甚麼就一做 就是拿回平衡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謝謝Sisi 正如Sisi所說 如果大家想去養生 調理好自己的身體 最重要認清自己的體質 正如阿泰所說 如果大家想要 有一個好的投資回報的話 一定要認清自己的投資目標 再去做一個部署 才有成就到一個豐盛的人生 如果大家對於今日的資訊 都非常有興趣 想知道多少少的話 記得留意 我們Facebook版面 會有一個連結 大家Click進去做一個登記 就可以索取我們今次特備節目 特製的一本小冊子 裡面會有更多 我們摩根的投資錦囊 以及Sisi的養生湯水 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多謝兩位專家今天時間 希望資訊幫到我們的觀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